聊聊你的职场有多卷 我们后疫情时代啊 确实整体的经济 因为太多的虚拟了 太多的所谓的服务业了 实际干活的人少了 干实体的少 尤其年轻人啊 不是说发达国家都是什么服务业吗 那他嫁接的是实体 没有这个实的东西 所谓的互联网 所谓的金融 它只是一个工具 那买空买空这种事情 就是一个把戏 实际的还是要看到 比如说电商 就还比较实在一点 它总归是有这么个东西 产家支销可能还更便宜 我们说很多东西 那就没有意义了吗 当然有 比如说直播 那你如果知识付费 那将来 也算是一个小风口吧 那人们所学的国学 甚至玄学 现在人没有精神寄托 找不到归宿 所以这些东西 反而是重要的 尤其像国学 其实国学玄学不分 本身就是一个道学 那么从始至终 道理 常在 真理 甚至只有一个 说的偏了 说各行各业啊 现在实际上 干活的多 干实在活的 少 虚拟的多 当然 所谓的领导 他也要 从基层爬起来 知道怎么弄 然后再去管人 管事 管物 尤其是管人 所以 你得有这个基础 才能一步步的上来 才踏实 才能长久 现在这个卷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年轻人呢 恨不得 上 两天班 待五天 这就是他们 吸引为常的 反正是自由业吧 大家都希望这样 所以呢 不稳定的就多 就有点小的恶性循环 那么 卷到什么程度啊 就拿 两个小例子吧 之前我 卖过光盘 到我这 还能赚个 两三百 就一张光盘啊 大概这个例子 居然倒了九首 一个光盘就如此 还能赚这么多 你说可怕不可怕 那商人 其实包括很多工人 古代 实以为奇迹 奇迹引巧 因为你不干实事 农民是农贡商 农民 它的地位反而高 现在恰恰相反 都没人种地 实在的 好像这些都不缺了 有技术嘛 有机器嘛 就搞的 这些都 不是纯手工的 其实 粮食也不自然 没那么健康 反正人现在都是压健康 跟吃的 也有一定的关系 生活规律啊 你各种的懒惰呀 该干活不干活 就搞一些没用呢 搞一些 投机取巧啊 身体也是垮了 也是一方面 精神意志 也是偏邪了 所以古代不鼓励这些 甚至打压 甚至斩首 就是这样 别的行业 同样如此 就是我们说 某个平台 每年一百万 毕业学生 只管啥 不管买 只管起飞 不管降落 只管油门 不管啥车 那后边 让他们怎么办呢 谁去找出路呢 一开始 大家都很高兴 出来之后 一头雾水 满脸是爆 不之所以 没有办法 搞了很多投诉 跟着 那你顾前不够 你就是为了是图 还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 很多